哇 今天的标题很爽动 FED降严马后 哇 股市这两天喷出600点 是真的喷出还假的喷出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哇 央行打房 玩友戏称金融海啸来了 杨金融总裁这次下重手 下毒手吗 哇 为什么现在不再有宽限期 对营建股反而是个利空呢 可这利空对股市是真利空 还是假利空呢 会不会所有资金跑到股市里面 反而变成更大的泡沫 台股反而会跌破2万点呢 所有的标股介绍 所有政策介绍 还有台新金 新冠金 中新金的并购 哇 今天有初步的结局了 到底什么结局 所有标股介绍 统统在今天荣耀华尔街 你一定要看 观众朋友注意喔 最近诈骗盛行 请务必认明 播中分析师的官方账号 Facebook脸书只要看到赞助标示贴文 请立刻提高警觉 因为这百分之百是脸书诈骗 加入LINE后 先确认是否有银色盾牌标章 还要点选大头贴 只有粉丝人数超过18万 才是真正的郭子龙分析师LINE的官方账号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 2024年9月20号的盘后解盘 大家好 我是摩托投顾的投资长 郭子龙分析师 大家好 今天台湾股市上涨116点 收在22159点 画面给我 但很多人觉得 你的两大美女主持人在哪边 不好意思 一个coco他现在在日本休息了 他们休息没关系 折折从不休息 另外一个靖雅 因为昨天 真的我觉得他太紧张了 我认为 身为一个领导者 我认为一个将帅无人 泪死三军 因为不忍他 这样子好像比我虐待一样 可是我要求这么高 我不可能因为他 放低我的标准 你知道吗 我标准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 应该 应该要先教会他 再来当主持人 而不是急着让他上线 而且不叫 不叫耳杀 未知虐 你叫个士兵上战场 你什么都没教过他 兵器也不会拿 你叫他上战场 那就要虐待他 所以过一段时间 回个全新的芽芽 这段时间可能没办法 如果你还是喜欢看美女 没关系 福利社他OK 福利社OK 那只是说 我们华尔街有时候要求 是临残感 这个没办法 所以这个临残感 还有就是说 及时的一个反应 这个都一定要有经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 来来来 来看这个行情 来来 而且要focus 因为很多人 讲美女 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女生 网友们 粉丝们 一定觉得不是滋味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把它focus在专业上面 好来 那今天大盘 今天散展有越有量 因为今天是0050的一个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0050的生肖日 你看我们这边都有写 0050生肖日 我看这一次 我讲了一整年 到时候这个可能 比那个书还卖得好 因为全投顾 不要说投顾啦 券商的那个什么日历 月历 也没像我写这么专业 你懂吗 因为像他们去年 基本上没有人跟你讲 CPI的日期 那明年会加更多 比如说总体经济数据的日期 你才知道 像昨天为什么美股大涨 其实就是因为 初领失业金的人数 预期是23万 结果只有21万多 21.9万人 那大家会觉得说 哇 怎么会差那么多 就是预期的好 来 这数据 本周重要大事 今天晚上还有那个 美股事务日 所以 行情会波动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都是初领失业金 所以到时候 这个 我还是说 哲哲虽然不姓王 可是 也不是要老玩卖瓜 自卖自夸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其实 不论是这个就业数据也好 或者说CPI CPI在这边写 或就业数据也好 其实你看不到很多分析师 第一时间跟你讲说 诶 要先观看新PI 两年前 只有哲哲告诉你 CPI数据很重要 你看了很多老师 会每天跟你讲展厅板 你看了网红 跟你讲一大堆财经数据 可是他不跟你讲 哪个数据最重要 可是只有我告诉你CPI就是 当大盘崩跌这4000多点的时候 我告诉你要转向的 要看就业数据 要看飞龙 要看飞龙就业数据 要看失业率 要看PMI的数据 制造业服务业的PMI数据 只有我做得到 所以 现在才是 现在才是决定 行情的好坏 的重心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 我也为了大家 我们昨天其实开会 开了很久 请依依 对 想到我们还是有美女 依依 你知道吗 麦克风OK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 OK吗 好 OK 你的声音也不错听对不对 因为露脸吗 不要 不要 你看 哲哲其实很忍耻的 他说不要 我不能嫁她过来 对不对 一也是美女 那你们想象一下 好不好 好 来啦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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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的美女 凌家女还是美女 整体搭配很亮 对对 我这样跟大家讲 今天大家 你们觉得今天画面比较好 对 调的画面应该比较好了吧 我们昨天 哲哲做事情 很变态 我们今天是拿了 三四种手机 比如说iPhone 15 iPhone 12 比较旧的手机 还有三星的手机 还有 一般的平板 然后还有Android系统的平板 还有一般的笔电 还有就是说iOS的笔电 MacBook的笔电 我们看各个颜色 取一个最中间最舒服的值 你看这个系统这个设备 又多达了一两百万 所以你们还觉得不好看 我也没办法 好不好 今天好像死刑要视线的 你喜欢易奕声音 我觉得易奕声蛮好听的 易奕看看大家说大家 say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你看声音是很好听 好不好 气势好很多 谢谢 今天画质比较温和 今天画质真的比较好了 来来来 那我们今天顺便来投票一下 好不好 觉得今天画质是比较好的 投票一下投票一下 好不好 声音变立体了 视瑶今天口号是什么 等一下不要急 今天还有人跟我讲说 他口号是说 金融海啸啦 为什么因为杨金融 杨金融那个总裁 不要乱打 我不会去批评朱丸机关 他说今天好笑是说 那个有个新闻是说 那个因为这个打房 因为这个没有宽限期 打房算蛮严重的 好不好 Coco刚开始主持 之前被哲哲骂 所以 单哲哲主持人 真的很可怜 也没办法 你知道吗 本来可能 主持人本来不讨厌哲哲的 被骂一骂就变讨厌哲哲 可是 我常常 我今天因为我都整个都追踪时事 为什么大谷祥平他现在可以 可以51红51道 他就是追求完美 变态追求完美 你看我最近我来看 其实我来看一下就是说 最近不是郭台 不是郭台铭 郭富城来台湾要办演唱会吗 要催票吗 去太和店吃个东西吗 然后顺便催票吗 你看今天不是开始票 一扫而空 那你看一个茉莉红 一个天团 为什么他在高雄办演唱会 票没有卖完 为什么 这两个差别在哪边吗 这有一个服务的态度 就是你会看到别人可以休息 可是这者是不休息的 我是希望你去体会我用尽心力 去希望大家赚钱的一个决心 好不好 好不好 真的是很希望 我不论画面或分析师 或者是说 我们整个分析师团队 整个某种分析团队 或者我画面 我都追求完美 只有更好 好不好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你记得我这句话 我做的名就是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就算最好了 我还要更好 我还要更好 我就算我第一名了 我还要跟志祺比 我之前就是 我其实蛮感动的 如果你们真的有看 每个老师的订阅人数 其实基本上 在之前 我 LINE订阅人数 LINE粉丝人数 绝对台湾第一 YT的分析师人数 不是第一 我现在要变成第一名了 我要成为一个 第一个率先成为50万的 为什么 我赢在什么地方 我赢在这 所有的分析师里面 赢在什么地方 我不休息 一个月录100支影片 你看到哪个分析师 可以接近50万 然后真的要50万的 就是我 好不好 直播人数最近变少了 所以我认为 直播人数变少 原因是因为 之前大家对我一些疑问 觉得 哲哲不准 我觉得那不是不准 我大概一一来跟大家讲 没关系 那些人不是成为我的粉丝 也没关系 我不在乎我 为什么 因为泽泽已经草救财富自由 我只在乎那些在乎的人 我绝对不会对你们说一些 股市上的谎话 绝对不会 或超出上谎话 我敢跟你对天发誓 我希望你细细看着我 不是说我是哪里人 我是看起来比较老实 我比较实在 就是我实在 我希望你用行为 来去测试我这个人 好不好 先跟大家讲 好不好 前年表现很好 真的还不够好 我真是说真的 太紧张 那是因为你们看 那是因为你们喜欢看美女 今天副食指示调整 来 这跟大家讲 对还没讲完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Mano 5 为什么这个天团 为什么票卖不出来 唱歌就随便乱唱 网路上的时候 随便敷衍 同一秒 我跟你讲 我去演讲会的时候 我是免费 我租一个产地 要60万 对不对 我还送W飯店的一个月饼 送到一个 有人说看议者之后 你怎么临时取消了 我不是临时取消 我定义好像在04点的时候 W飯店的月饼 就是12点要截止 结果我们的服务人员 太晚给他连结了 我今天跟所有的一个团队讲 我说这个月饼一定要送到 因为人家明明就是很准时的 要求我送月饼给他 就算是免费 我都要求最高水准 就算是免费的 就算是免费的讲座 我也要求最高水准 然后分析是 请做W Hotel 的演讲厅 你们看都是金币辉煌 这不在乎有没有赚钱 可是在乎是你们感受 我希望你真的认真 就算我对会员 我对粉丝都这样子 我对会员最重要 好不好 我是跟大家讲 来 所以我慢慢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行情 我先慢慢讲这个行情 再讲你对我的疑问 这个行情自始至终 就是不应该突破23000 为什么 不应该这么快 有机会 可23000 你要注意是不是高点 拖断高点 那年底会不会突破23000 有更有机会 因为本来就是第四季 是一个行情 来 我们先看 今天空单口数增加900口 你有沒有看到 像外资的行为很简单 每上去一点 他就多一些口数空单 再上去呢 所以你到23000 甚至到24000 我可以告诉你 绝对是4万口 不要说绝对 很有机力 4万口空单 只要4万口空单 他会下去的 其实我今天标题很耸动 今天标题就是说 Fed降两码后 迎来史上最疯狂 最狠的打房政策 台股反而成泡沫 因为资金都排来股市的啊 美国资金 你看美国降息 那台币相对升值 排来股市的啊 仰安打房 那打房以后最狠 因为没有宽限期嘛 这只买房子 是比较不计较宽限期 我都赶快还 赶快还来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宽限期 我马上缴利息 他压力会很重 他不能做投机的买卖 那这些钱会来股市啊 的确会 那会不会变泡沫 登登登登 并不会 这是聪动的标题 为什么都不会变泡沫 决定台股泡沫是他的位阶 记得 是他的股价的位阶 高低点的位阶 现在的股价净值比 多少 起码股价净值比2.45 2.45就是高 是要给我股价净值比的位阶图 2.45就高 来到2.73 那就是之前的24416点 就这边 24416点是2.73 更高 因为历史上只要2就高 所以我说要让子弹飞毁 那子弹为什么要飞毁 要让子弹飞毁 来 同样的244可能 可不可以到明年或后年 这个股价净值比较到2.2 甚至2以下 那等于台积电 鸿海这些不断累积净值 不断累积获利 所以台湾股市是没办法短期内来到25000点 可是长期内有机会 我已经说过了 画面给我 我已经说过了 我说 那个甲骨文的私益 你一家公司三年 就要丢了3兆台币来投资 3兆 你说哇 很多人说巴菲特 那个一堆现金 史上最高的现金量 也才9兆而已 那这些每一家公司 脸书微软 每一家公司 苹果可能都要 这几年都要投资3兆台币 以上 那你一家做空都怎么用 不是一家烤肉万家乡 中学节过了 讲这个也不好笑 好啦 重点是 有人做空 可是更多人做多 你懂我意思吗 有人做空 可是更多人做多 所以 我觉得空头不会这么快的结束 而且昨天出领失业金 这个数据很重要 代表是软着陆 代表是软着陆 我再讲一次代表软着陆 那这个台股位阶 我们再跟你讲 来看现实 你先看一下这个事 我们看用感觉就好 台股这一波是不是杀下来 用感觉哦 你看像对过去是这边 这边是9月 这边是8月 所以他大概还没有突破8、9月的高点 没有突破啊 对不对 这9月这8月 没有突破对不对 这8月5号是间低点嘛 8月5号8月6号 好记得 台股大概现在在8、9月的高点 这附近 像对过去 有没有的 来 你不要说什么 记不记线 那也不重要了 来来来 因为台积电已经站在记线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技术分析是 你要记得一件事 技术分析是分析师有时候好解盘 不是你 对你来说不会赚钱 不会赚钱 真的 那个只是参考用 要尊重技术分析 可是 你别想要从技术分析 从分析师教你的技术分析赚到钱 如果能赚 那这三十几年来 技术分析根本没什么改变啊 基线理论啊 站上基线啊 缺口理论啊 应该每个人都赚大钱 没有这一回事 你听得懂吗 其实还要搭配总体经济面 技术现行 筹码面缺一不可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台股刚才说 位阶大概在八九月的中间 没错吧 那废半是不是刚好 废半你看这条线对过去啊 对过去 这条线 他还没有突破八九月的中间 还是下面一点点 没错 台湾股市刚刚好 对过去 也在这边 所以台湾股市很像废半 你知道吗 好 那 台湾股市 不像纳斯达克 如果纳斯达克已经突破这个八九月 来 这高点 刚突破 所以台湾股市它是有向上涨的空间 硬要说的话 它还可以突破到 两万两千五百点这边 因为纳斯达克是已经突破这边了 这台股嘛 突破这边高点 纳斯达克在这边 然后废半在这边 所以台湾股市今天在这边很正常 大概就在废半跟纳斯达克中间 知道吗 废半在这边 说纳斯达克在这边 废半在这边 听懂吗 那台湾股市真的好一点的话 可以跟纳斯达克怎么样 一起走 可是大部分是它介于 纳斯达克跟废半中间 这也是 台股大部分是介于纳斯达克跟废半中间 现在就刚好中间 所以 接下来台湾股市要涨 还是美股说了算 可是这逢高又会有空单 所以这个是 相辅相成的好不好 互相会影响这些股市 台湾股市也会影响美国股市 你不要觉得没有 这些逻辑要记得好不好 这些逻辑要记得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空单不是 不是那个 今天空单不是只有增加900多口 那最新的数据增加多少 1681口 是我说的 一上去怎么样 就增加了 到4万口空单 你得要尊重他 你知道吗 你得尊重他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今天是低歌推定力的 因为很多人没有看到 没有关系 要赚钱 看泽泽就好 谢谢你 来来 你看 我也不怕你们在这边 会不会说批评泽 像昨天就有人批评我 啊 泽泽那个美在赔钱 到底我美在哪边赔 我现在是不想秀对战单 不然我也尊重 我也尊重大家想法 尊重同业 尊重组产机关 所以我不想去秀这张单 不然我秀给你看 你会看到 泽泽还是赚几百万 是不是 来 电脑看着色彩饱和 声音也立体的 谢谢大家 所以 你没看到一个老师直播 可以这么漂亮的一个数据 这么漂亮的一个画质 好不好 泽泽跟大福产品有个共同点 是天赋加努力 变得很好 谢谢你 外资买差两百三七亿 平常新 好不好 买美在还是好安心 没有错 是问你的错觉吗 画面曝光有点连受 应该是你错觉 你应该是用电视看 像我昨天用三星看 的电视看比较好 是不是 没关系 屁猫你回答我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投票嘛 大概有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八十的 等一下 变不好 是不习惯而已 变不好 5% 我不知道为什么5% 我这个 我已经 那个小行应该不错吧 那个那个 Mac应该也不错 MacBook应该也不错吧 那5%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不好 看到毛细款了 有没有看到 可是这期货有空单吗 还有空单 好不好 还有空单 那我期货空单是赚钱赔钱 有赚有赔 我们当然休息一下好不好 休息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在测试一下这个画面 那等一下我已经告诉你 台湾股的位置是什么 还有今天期货空单比想中多 那怎么解读 好不好 还有央行这打房 到底会打到股市 还是好了 有利于股市 我等一下休息一下 再跟大家讲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在跟大家讲 还有今天 元泰 政要 喷出去 怎么看 休息一下 忙回来 要回到欠堂了 你们刚才 整天没休息 反正休息 喝个水 要不要让我喝个水 来 人说绿木没清干净 应该不会吧 这个有吗 你们吹毛求疵 有吗 医友吗 很干净 我们今天开很多会了好不好 有人说画面量度太高 已经有降了 比端降很多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好不好 那你看 我是愿意截图给我吗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 截图给我好不好 干嘛撤位 好 没关系 额头部分有量 记得加我LINE好不好 直接截图给我 好不好 那今天传给我 都看到鼻毛了 好不好 我鼻毛 蛮容易长的 贺膜比较多一点 不好意思 扯扯今天大股写下里程碑 该投资入股了吗 日股 不错啦 好不好 那那么OK Coco下船了 你怎么知道 Coco那个坐船了 你怎么知道 对吧 所以你有追踪Coco的那个IG字 我都没时间追踪他 好 又卡 画面卡跟我们没关系 好不好 岩石出高图 我尽量都是对视不对人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好啦好啦 额头亮 用电视看声音必敲很多了 是不是 OK谢谢你 较清楚 声音 声音会变好吗 是吗 为什么 换 换是导播机的好 导播机变的关系 还是那个直播机 赶快回答我 对对对 是哪一个关系 直播机比较好 直播机 自家配备的影响画质 没关系啦 应该很少人像我直播这么好的画质 没关系 如果有人觉得不行 没关系 既然要训练 新人 建议可以同时训练两个人 之后互相可以代班 有经济证会进步 哎 哲哲很忙 你知道我现在手上要训练几个分析师吗 三个位分析师 好不好 好啦 你们讲都很简单 哲哲已经每天忙了 好不好 好来跟大家讲 哲哲那个办公室那个 我们要搬到新店办公室啊 在那个大巨蛋那边 然后因为新的办公室嘛 然后因为就是比如说有些窗户漏水 然后想说我们就进行为委员 怎么知道折得太红了 然后一选就选到单单主委 所以你看 我不只是锅投资长 而变成头衔的主委 其实我很低调 你知道我很低调 这就变得很多事情 你知道吗 然后我要训练分析师 我跟你讲 你去问投顾 这投顾这30年的历史 没有一个可以训练分析师成功 他们讲求分析师训练成功 因为分析师他还要表演 他还要带股票 不是说你说一般的外资分析师而已 他还要表演的魅力 表演的天赋 他还要去带一个团队 还要承受这个压力 我们承受压力比外资分析师压力很多 因为昨天很多人骂我 他骂的都是乱七八糟 可是我等下要跟你解释一下 那就是说 不会有人训练分析师成功 可是泽泽手上训练已经好几位 训练出来的 训练一半的我不管 那就只听我一半的话 那个是他自己的选择 其实反而会落差很大 就愿意听我的话的人 跟不愿意听我的话的人 出来每一个都训练千万以上 不只千万是几千万 所以其实泽泽花很多时间 是在成就大家的梦想 因为说老实话 我自己赚会比较快 大家都知道我用心 所以泽泽真的很忙 好不好 要减法生活专注 对啊 真的要减法生活 我有在减法生活 所以我六日其实 我基本上没什么应酬 好不好 泽泽的用心是最饱和方面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出了很多失罪啊 而且十七层 十八层楼的 好不好 我本来就酸眼皮 本来酸眼皮 谢谢你 年轻的时候更帅 来 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说像那个 阿兜啊 也有人说像那个藩宅 不是 不是 这句话 要把他删掉 这句话要批批人家 就是 就像外国人 有些人这样讲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来 FET 这两码 迎来史上最狠打扮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跟别人差别 因为 你要单分析 你要先求 这个老师 有没有诚实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 讲行情了 先跟你讲行情 来 因为投资有三大疑问 不是说台股加一码涨 这两码跌吗 子晨你不是也讲过这样的话吗 对 画面给我 我的确有讲过这样的话 我说过台股价一码涨 价一码跌 子晨那现在价两码反而涨了600点 对不对 子晨你错了 有人真叮我 我觉得你的逻辑好奇怪 第一个 如果我是前天 大前天讲前天讲的 然后我昨天改正我修 说法 你就要听我昨天讲的 还是听我大前天讲的 当然是听我昨天讲的嘛 你听懂吗 听我最近日期 那不然我每天解盘干什么 我后面已经有跟你讲了 我说这样两码 哎怎么样 先跌在上 先跌在上 而且我也说过 我说有可能这样一码 我说如果我是鲍尔 如果只有让我一个人投票 我当然会选这样一码 因为为了我的位置嘛 你看今天川普果然 不出我的预测 他就批评鲍尔 批评Fade 他说这是政治的决策 不是为了经济的决策 你看他很生气啊 你觉得他上任第一件事不会想把鲍尔给fire掉吗 你就鲍尔不会怕吗 所以鲍尔如果能选择他 那能降息一码就好 不要降息两码 结果呢 他为什么要降息一码 他为什么投票降息一码 11比1大家都要降息 说错了 对 11比1大家都要投票降息两码 所以鲍尔单能 他单能不能那么明显啊 这个我都有跟大家讲 重点是我讲降两码先跌再涨 哎 的确啊 公告的那一天 是的确礼拜四 是美国夜盘 哎美国台子夜盘是跌的啊 是跌四五十点以上啊 没有错 昨天台湾股市也是先跌才拉这两三百点啊 我哪没有错 你觉得你顶多说 哲哲不够精确不够准 那我承认我没有办法每一次准 可是我该讲的我都有讲 我不会跟你四四而非啦 如果你真的要用我的标准去批评每一个分析师 我告诉你台湾没有一个分析师 包含外资分析师没有一个可以在你的标准之下活下来 他就语言不详就好了 你们这样子哦 反而哦 劣币哦 驱逐良币啊 驱逐我这种良币 我是说真的 可是我不在乎 我其实 如果我 为什么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你说哲哲你不讲你有在乎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 因为哦 三人成虎啊 每个人在讲 哲哲你这个是不是这次 不一样啊 命就错硬啊 我要跟你讲清楚 那是你没有看我节目 你没有把我每一句话听得很清楚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网友们可以底下留言 可以见证的好不好 我们讲这些东西都有讲 你就说我这次不够精准不够对 没有错 我可以承认 我可以承认 或者我没有我也没想到 间谍再涨那么快 的确 这个绝对 我绝对 我绝对得承认这件事情 可是我不跟你去说谎话 你听得懂吗 第二个 有人说不是说美债软轴路硬轴路都会涨 最好像是PDA玩偶在叮我 我跟你讲好不好 我每一笔美债 我现在 我 我有 我的账号里面 当然不只5A 9A 9J 我跟你讲 我买了 每一个账号 没有很多就两个账号 我的美债通通赚钱 我没有直接下来一局工 我不认之前1500万 我都把它扣掉了 没关系 我每一笔都赚钱 那什么叫做害到大家 明明就赚钱啊 我有没有涨 但都有涨我有赚到钱啊 你买美债还是抱怨的人 你真的应该退出股市 我是很认证 你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分析师 那第二件事情 是不是说美债软轴路硬轴路都会涨 他们给我推出这个图啊 是不是 来 经济是不是软轴路 通膜这样问了 经济软轴路 为什么软轴路 因为昨天 昨天出领试验金的数据低于疫情嘛 领试验金的人很少嘛 而且确定将行的嘛 美债喷出 股市喷出 只知道啊 没有股市有喷美债没喷 它大部分短时间都是敲敲板 我也跟你讲过 敲敲板 敲敲敲板 只有那种崩盘的时候 尤其崩盘的时候更危险 股市崩盘的时候 美债喷出 像8月5号就这样子 敲敲板 那我只告诉你一个数据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真的很好笑 这个逻辑都完全不对 你逻辑不好 真的不要投资股市 哲哲 啊这个你赔钱的啊 啊你没有还原初学习 光还原初学习就赚多少 你再看一次 你快笑死了 好要还原初学习啊 我领100多万也是钱啊 你也领可能几十万啊 看周线就好 我请问你周线这一段时间 我从去年10月开始投资 到今年9月10月了 这一段26块涨到现在 33块 这不是赚钱吗 我叫你跟定存比 这不是赚钱吗 33块到26块几% 也有78% 我看33.39 来来 26%耶 哦 气到数学金都算不好 26%耶 这么多哦 还蛮多的 对20 对啊0.2成5块钱多 33.39除以26.4 哎 同没有 转了26%耶 最低点我买到耶 所以 有什么好讲的 好啦你说不要这样讲 我们看最近就好了 也这样涨啊 那你只是一看今天这一周我跌 因为是这种周线吧 只能不准 你怎么这样逻辑呢 我瞧一瞧 瞧到我手表坏掉 我会心疼 这偏大人节俭了 你怎么因为这样做头 然后觉得则错呢 你要还原除旋期啊 还原除旋期啊 那你这样看 是不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曲线 来来 你们做股票 更做奇物 难怪为什么有些人会赔钱 我跟你讲 我在讲一件事 如果连美债都受不了人 拜托你退出股市好不好 你真的不适合股票市长 对啊 美债就是稳的东西 你看这一段整整不准 你怎么不看这一段 还是晚上啊 你看这一段不稳 你只能不看这一段 还是晚上啊 看你怎么看而已啊 那看这一段说 哲哲不准 我有说 我有说 何时何月何日 然后喷多久 喷多远吗 我该讲的时候 我会讲清楚 比如说在20 20多少 2022年的时候 我绝对有讲过一件事情 那时候12000 大家都可以举手 我没有讲过 这个时候 12600 122629 我赌1000份鸡排 一个月转1000点 涨跟跌的时间点不同差很多 我有没有在这边跟你讲说下去3000 4000点 有啊 下去3000点 上去3000点啊 有啊 结果上去2700点 下去4600点 基本上995% 我没有在那边跟你讲说一根黑K 我叙述很精确的时候 你就要听我精确 我叙述不够精确的时候 其实有包含著 这是很难预测的 我也不想讲那么清楚 可是 你要去讲一件事 我美载我让你赔钱 你照我做不可能让我赔钱 车车 欸啊 这样子你就说啦 不论软轴路硬轴路都会涨 你现在美载怎么跌 就我想讲的吧 你看的是这一段 你看 我看我都还没出掉 你怎么你们的逻辑 照你这样讲 就知道天天展台就对 没有分析师合 没有分析师合规 难怪 以前10年前的投顾分析师 都用骗的 因为你们都当这种 骗你的分析师啊 你不觉得那很悲哀吗 没有分析师符合这些双民的 要求啦 为什么你不看这一段 你要看这一段所以我错 这逻辑不对 只得自己是没在 就是在赚钱 好不好 记得这件事情好不好 好 这三大疑问 也没有分析师愿意 像我这样正面的思考 玩意我刚才批评我 莫名其妙我最近一堆序约有什么批评 我都不知道那些是不是同业的 第三个则是做工棋子被嘎 昨天PDT有人讲做工棋子被嘎 是啊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做工又做第二笔 赚150点 我做工那被嘎 现在棋子波段空单 大概被嘎200点 可是我另外一笔今天150点赚到 这都是会员可以见证的 我很多会员都没有造假 参加我的会员的好处 就是没办法造假 你看我那些无聊的双民 讲的一些批评我的话 我照样给你解释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 为什么我要解释 我很追求完美 我要让你没话讲 我要让你没话讲 没有分析师像我这样做事情 明明就无聊 莫名其妙 我说不论怎么样每天都涨 的确他是涨 的确他是涨 的确我赚钱哪边错 你要是天天涨才算我对 没有分析师 你知道你们在利益币驱逐良币 你们是要求是用骗子的分析师 才能留在市场 你们这样要求是要求骗子分析师留在市场 因为没有人可以合格的 我是跟大家讲 我也很平常性感 因为我要不要收会员 其实都没有差 还是一堆粉丝要来参加我会员 我就是这么臭屁 我也讲事实 因为人在做天下看 我也没有用心去做这些事情 像我今天 我没有用心 像我昨天就念金牙 念金牙要问后悔 我说我真的觉得不叫而杀未知虐 我可以有资格骂Coco 我不应该骂金牙 不是因为谁漂亮不漂亮 说老实话 Coco现在对我节目帮助比较大 而是因为我觉得在不够的训练之下 我把他推上战场 我这个是在虐待他 我每天就是很要求 我要求我节目去最高品质 知道吗 最高品质 所以我希望你真的从我每一天的行为 看到你 我是你希望的分析师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站持一天一天买赔钱 你把证券当ETF才会赔钱 好不好 就想下班OK啦 每次要朝短线 我也有没有跟你讲不要做真二 也跟你讲啊 整个问题就回复了酸米的问题啦 好不好 不可能全胜 对啦你们真的要全胜OK啦 被刚才卖点讲出来 没什么啊 因为我之前 我之前起过做多也好像被套几百点 最后赚9800点啊 如果我跟你讲的是 9800点啊 然后9800点我们相关的主管机关说 诶哲哲你这个点数是真的还假的啊 然后我们记得就讲 担任哲哲的你也知道哲哲不会骗人啊 所以做到9800点有些人 眼红同意你觉得不相信 我也不怕查 就是事实啊 你懂不懂 可是我还是尊重主管机关啊 我还是尊重主管机关 来 来 很多人喜欢断章起 真的断章起 他们都看我半天 然后最好笑是60秒 诶哲哲你不是说呢 我60秒我要怎么解释那么多事情啊 你为什么不看我节目 我60秒只是大肝而已 这跟大家讲 好不好 永远记得8月大跌前 哲哲空手完胜 对啊 这是事实好不好 哑哑啦 慢慢来啦 OK 你看 先听听看影片才买 美在的酸民们忍不住了 有没有看到 长期有在追踪哲哲 都知道去年底 甚至今年三四月早就买了低点了 真的啊 好不好 不不我不会走心 只是三人乘五 其实你看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我觉得 思考是可以正向的 因为其实我以前 我说实话 我以前整整也算小气 就是说 我会觉得我生活过不好 因为我出事会才十万块 我不是那种陈述局 可是我也没想到 我现在会变成 我可以动辄就是 一年捐个好几百万 甚至捐救护车 我去年也捐好几百万 今年也要捐好几百万 甚至我希望每一年 都能捐个好几百万 每一年都赚到股市赚到钱 然后我再去捐出去 所以我觉得思考是可以正向的 以前的确双民讲一句话 我只能切到处睡不觉 我现在都有时候把他当笑话 只是 有些人会受影响 我得要去解释一下 因为 不是每一个人 他有时间去每一天看我节目的 你懂吗 他会送那些 只是看我一两集 或者是 名同业 然后化身双民的讲话 所以我得要 我得要正面回击 告诉他 我不是你想这样子 我赔钱都敢讲的 有什么好骗你的 这没什么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每次买32.6 买低的都吃豆腐 对 我买32.6 对 我这一次买32.6 我还是32.6 是第二次买的 这跟大家讲 所以我还好 加入会员正确选择 谢谢你 疾风之进草 把难事忠诚 谢谢你 美女比较重要主持 我也这样觉得 可是真的进草 还没有ready好 当一个主 当一个 我有想过也就直接当花瓶 没有他太紧张了 对吧 只是有人算赚今天 没有 我们另外一个储备分析师 家者比较像 那台下志工的 来 这跟大家讲 酸民药 对你们酸民药那种百分之来赚的 真的 你们会劣币 区劣良币 你们到时候一定会参加那种 骗你的 然后每天掌听班老师 的会员 然后最后被赔钱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今天画面很清晰 谢谢你来 今天 我希望是硬今天 每天都硬好不好 股市每天都喷出去 好不好 谢谢你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解释完了这个 酸民的 不要酸民的就是 不了解 爱拼拼我的人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讲我们跟奇卧好不好 我们做工旗子被尬 我有一笔破蛋空单 目前大概被尬200点左右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有一笔今天赚了150点 来 今天请在22390 你做旗子单从空单 有没有看到 开盘就空 我就说他是区间整理平台 好不好 那我之前做多也赔钱 然后到最后 到赚9700点 就是下去那4000多点 然后赚2 下去 然后又反手做多 只要赚很多 只要赚很多 好不好 大赚150点 空十口就30万 有没有漂亮 有 破蛋空单 去爆 就我讲的被尬那一笔 200点的 可是今天赚150点 我相信奇卧会员 应该今天至少不会到很生气 有些人可能很开心 因为有些人是今天才参加的 真的每天都有新的会员 可是我不会像有些人秀绩效表 把每一笔都算进去 那我之前 我还请台积电买300多块 不知道看有没有加码十笔 那应该关台积电就赚1000% 没有这样算的 有些人要这样算绩效 我没办法 请买进8069远泰 挂在241.5元买进 人在座天在看 好不好 只是其实随时可以退休 我想说是这个解盘的过程 解盘的过程 还有把你 做主要是把你赚钱的一个成就感 我希望大家一起赚钱 买进8069远泰在241.5元 在哪边85号就那时候 大家知道我空手的时候 那开始进场 最近特抗会员的绩效不错 普通会员相对而言 真的特抗会员绩效比较好 前阵子普通会员绩效不差 特抗会员绩效比较好 买85号这边 很漂亮85号 816号 最低点 222这边 我买240几块 我们说电子子元年 我那时候你记不记得 我那时候说元泰 大盘崩皮的时候 你看 我是不是说 我也那时候 我也演讲的时候告诉大家 你要选那段时间 这边破底还能 创新高的股票 什么破底还能创新高 什么破底还能创新高 演讲有讲 这边破底还能创新高股票 有没有看到 这边跌4700点 元泰有没有 你看 那时候看起来有破底吗 你看8月看起来有破底 没有啊 所以元泰筹码超级漂亮的 我演讲 所以有听演讲都赚到 我砸60万 我还去买W飯店的月饼 买了20万 哪有人这样子啊 一般结婚喜悦 还不会花那么多钱 才花三个小时花那么多钱 还包了好几厅 那我还告诉大家 这一波下跌 跌4600点 还能创新高股票 接下来就强势股 有没有 云泰有没有 你看根本没有什么跌 还创新高 8月中期还创新高 好8月初来创新高 所以 云泰现在创新高 因为他早在大盘崩跌的时候 他就很强势 有没有 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恭喜简讯来 一一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不错我可以喝水 准备一下不要紧张 来 帮我念一下9月20号 照念 你这样喜欢听你的声音 可以吗 可以可以 他可能有萤幕恐惧症 他声音很好听 声音是他强项之一 好不好 所以帮我念一下 恭喜来 3 2 1 恭喜8069元泰 股价午后过后急拉 收盘价创下历史新高 我们多次买进 最高已经大赚29% 我持续看好他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不要紧张 你声音明明很好听的 好 交一下 交是傻交的交 好 没关系 恭喜8069元泰 股价午盘过后急拉 好不好 创历史新高 创29%的 这特工委员有的 只是简讯会员就两种 我讲的是股票 好不好 就两种 好不好 期货会员 简讯就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清代的 那个 因为有时候期货你发出去来不及的 你期货要清代才行 可是我期货清代我现在基本上 不太收了 忙死 人家说责任期货我简讯怎么贵 会员怎么贵 以价制量 没办法 除非你真的很想参加 那我当然 当然是不勉强 不是不勉强 就是当然还是欢迎 来 看一下今天 所以知道吗 今天 今天元泰是赚钱 好不好 OK 讲错很好听好不好 还习惯Coco Coco你打错了是KOKO 所以你看 郭小明写错了 依依 不要紧张这样会让人家紧张 那你到底要讲什么 依依你在讲什么 知道吗 不是吧 依依你就是一句一句一句话的 把我讲完 不是要吓他 你看 所以你看连这种事都 都有人在 所以 所以当为一个领导者只能知道 就是做自己该做的 好不好 美在报道明年中最早降五码 其实美在他有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 那个新闻看一下 他说超低利率不复返 难道他跟你讲说利率很高 利率很低吗 那你通膨上去吗 所以这个讲是干话讲是废话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如果通膨降到1% 他要不要降到低利率 当然要啊 所以八二讲这句话 那美在听到还是会受影响嘛 你懂吗 可是受影响要看一看 今年还是要降五码 已经降两码就降三码 所以这都平常是新 好不好 新闻解读我最厉害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我刚才讲的说 我说要尊重 尊重主管机关 像哲哲就算尊重主管机关 尊重主管机关 名不于官斗 你看金管会 这次太硬了 中信无债老乱市场 直接讲了还硬就反对 我讲很硬 这算很硬 这算很硬 那基本上怎么样 你当然要尊重主管机关 我认为今天中信开董事会 郭忠良再有再大的胆子 也不会硬干 所以应该就放弃了 并购台心金了 就是他想要做 他旁边的人说卖啦卖啦 尊重主管机关 所以我认为中信 郭忠良或中信金的董事会 就算吃了雄心抱着胆 应该也不会公开的 公开去反对金管会的一个决议啦 好不好 那就看 新关金可以并购台心金 所以是不是泽泽讲的 你们看 我说最好赚的 我那时候为什么 我新关金 我不去赚钱了 你看今天看起来说 他反对嘛 告诉你反对 反正就下去了 说法实话 市场上比较喜欢中信金 觉得台心金太小气了 这是事实 不过主管机关 有主管机关的考量 他不只考量那个股价 那我们就不去 不去 不去任何的 我不去做任何的政策的 去叙述 因为这个 这是太多的一个监管面 太多的管理面 这个值得不去赘述 反正就尊重主管机关 那既然尊重主管机关 已经告诉你了 我也认为中信金不会了 所以现在新关金 我们跟你讲不要再买 我都有讲清楚说不要再买 只是讲在前面的分析师 我说新关金不要买 东通不要买 中信金不要买 因为你物理抗花 你觉得台信金就一定可以并购成功吗 毕竟来讲他还是小气 我不敢说 我具有机会并购成功 因为现在只有一家买家 如果接到两家买家 我可以告诉你 台信金不会并购成功 可是今天 金管会已经告诉你中信金 你要get out了 出局了 只剩一家 那个有可能通过 因为毕竟价钱比之前好 从11块提高到13块 可是问题是 我并不认为每个人可以接受 我并不认为每个人可以接受 我想是股东 那金管会的想法是很简单 他可能比较想要台信金跟新冠金并购 可是 他还是会 主管机关一定会尊重股民的选择 如果股东会不通过 他 主管机关也不可能会让他通过 所以先看 股东会好不好 可是这只是讲政治而已 不是 这只是讲不止政治 不止政治啊 这只是讲不止政治讲 这些故事 重点是这些故事不能让你赚到钱 所以也不重要了好不好 新冠金台信金 中信金 基本上你不要从他的并购议题里面赚到钱了 你别想了 你要买是买的是讨论他 三年后 四年后 IFUS 接轨后 这些股票可不可以充长期的持有 或许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你是要用并购去买这三家公司 都不用了 我们都应该跟中信金一样get out了 先出局了 我们先走掉了好不好 先赚别的股票 那懂哲哲的逻辑吗 而且我的逻辑是从头到尾都讲在前面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直播人数 这样其实行情还是三三下下盘整 那是你看的盘整嘛 就像我讲的美债 美债是看起来跌 哎呀就是 就美债看起来跌 那你拉长一点它是涨啊 可是在这几天的过程中 你很不舒服啊 你懂的意思吗 拉长过程它是涨啊 那股市就会这样子 它就慢慢慢慢展一下 写下去展一下跌下去 最后第四季再上去啊 第四季是有机会上到两万三的 是有机会的 你懂我意思吗 只是你们看太短 所以这段时间看哲哲的节目就好了 好不好 OK Coco上来留言了是不是 真的喔 Coco 欢迎你喔 可不可以封丁禁权永信件 宽限期 其实打房子打蛮很的 其实哲哲买房子 没在用宽限期 我不喜欢欠人家钱 我讨厌欠人家钱 好不好 换主持人好不习惯 不要说新冠队 没有用的好不好 Coco生意比较有精神 好不好 你家看起来绿绿的 幸好不是我 帽子看起来绿绿的 好啦 哲哲一个人主持 可以讲比较多最后话题 对啊我节奏 所以我前天其实都蛮痛苦的 因为我一直要把他拉回来 因为我知道那个节奏不对 真的 好 来 只是哪会搞估价 这我就不说了 可是 不要讲那多政治 讲的对我们 对我们有好处 对你们也没好处 因为不重要 如果讲政治可以让你赚到钱 那我勉强讲一下 如果不行 那不要讲好不好 对啊 因为不重要 反正我觉得尊重主管机关 好不好 OK Coco来了 这吃Coco吧 被 哲哲带成工作款 是不是 所以 我不是哲哲 我哲哲大概我二几次我就发现了 跟着哲哲 在跟着哲哲一起工作的 其实都可以进步很多啊 真的 真的 中信经董事会结果出炉 我将停止公开收购新关机关 你看 哲哲是讲的 是不是又刚才前面的 我说他再怎么样吃的穷心报纸 必须要播重播吧 对不对 最新的新闻嘛 是不是 没错吧 刚讲而已啊 好不好 好可怜 没有什么可不可怜的 你不觉得这也是个话题吗 我一定把它训练出来 只要他不放弃他 我就不放弃他 他不放弃他自己 我就不会放弃他 能用2k 什么意思 没在单继续剪啦 继续剪啊好不好 ok 假期愉快啦 快快好好放假好不好 来 不要带成公众款 有什么不好啊 你不觉得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吗 你们出去玩 出国是觉得一个开心的过程 我在跟你们互动 我觉得是比我旅游更开心啊 这个想不 骂习惯是自然的 不好啊 这样不会进步啊 好不好 ok 可以不要工资去哲哲的公司 扫地投学知识 你们这开玩笑吧 空台子这个就刚来的 不要理他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很多股票来啊 今天我们来秀一下这些简讯哦 正元泰 正元泰涨上去 正要不涨上去 来 那这个我们像 唯一的仅存美女 这个就是我们像摄影棚 最美的美女啦 声音最好听的 好不好 来 其实他真的蛮漂亮的 好来我们恭喜一下 来今天简讯来恭喜一下 来 好恭喜6143政要 已今年6涨 今天股价最高来到155元 在4.5元就创历史新高 彩色电子书原年让业绩飙升 我持续看好他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是不是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所以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你看 这政要啊 今天要155元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 6143政要 我演讲那时候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啊 这边打破头部记录 每一个因为日政当中 因为政要才来 才参加我会员的人 没有一个买政要赔钱的 一位都没有 这几千位粉丝都可以作证 那时候在这边嘛 推荐当案 你看现在涨了 为什么 因为袁泰涨了 所以你看哦 我从袁泰去抓到政要 就像板漏众一样 一个抓一个 标股一个抓一个 你要是这样分析师 他营兽非常漂亮 好不好 所以政要你看今天要偷拉尾盘 为什么 因为袁泰看起来要喷出去的 懂吗 你懂吗 所以 袁泰跟政要一起涨上去 我通通都有 我也不湿化不毛泡 好不好 所以说通通都有 这是电子质的一个概念股 精彩 也不错 今天小涨 我认为精彩要赶快 喷出去创新高 6187万论 今天从上叠了 我刚才不讲过 我说很多次要尊重组组组管机关 很多次要尊重组组组管机关 不论是中性近看 尊重组组组组管机关 不论是我 我也绝对尊重组组组管机关 还有什么 处置也是一样 你不能一直处置越关越大条 所以我认为 如果大户在这里面 他也不想要这次这么危险 我认为还在创新高 可是 我认为这次处置期间 累计有涨 我就给他99分了 已经算厉害了 好不好 你记得我这句话 所以累计有展 所以你这次要趁这个处置期间 拉回的时候 真的是真的有拉回 我怕不拉回 你要买 有问题要赶快找我 有没有看到 来 是不是刚才新闻出来 抢亲大戏大落幕 中信金董事会结果出炉 停止公开说 我每一个人想法我都讲出来 我都顾作那样敢干大事 可是我暗示你 金管会可能比较喜欢台信金 我没有讲 有讲 不是暗示谁在民事 可是我也跟他讲 我都尊重主管器官 然后我跟你讲 吴冬亮 出的价钱 就算第二次出 还是比中信金 他比较小气一点 不要说小气 精打细算一点 哇 这三个人个性我都了解 我就说 就算今天孤冬亮想要硬干 我刚才跟你讲 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他旁边的人也会制止他 民不以宽斗 你看 中信金董事会结果出炉了 停止公开收购了 这件事百分之百 结果你看 我预测一百件事情 车车 两码怎么没有跌 有跌命就跌就涨上去 你不能跌下去 然后涨上去就说我错 我也说先跌再涨 然后去 去抓我语病上的问题 车车 美在不是不认暖走路硬走路 都是涨吗 我命赚钱 你不能这几天跌就说我错 我 如果是时间走 我有信心 我会告诉你什么时间 什么点位 我创造也是这样子 我不够有信心 我几率我抓的不够准 没有非常把握度 我就是不会讲得非常精准 你们认识我都知道 认识我讲很久了 好不好 你都知道我讲话是有差别的 好不好 你要去想看正常分析师 真的 你用我的标准去批评我 台湾全台湾 不要说全台湾 不要说全台湾 甚至全世界都没有分析师 可以合格 你们要珍惜我 真的好不好 想珍惜我这样有点恶心 可是真的 就讲一句话 哪有人一个月录100集 我一定要成为台湾第一个50万订阅的分析师 很多人100万200万 那18岁小弟弟都喜欢那些YT 问题是18岁以下很少会喜欢我 谁会做股票 18岁以下的好不好 人在坐天台看好不好 2330台积电 我觉得买台积电我不如 我还是买 买鸿海 鸿海为什么杀 今天讲过了 为什么鸿海杀 50 我要结束了 鸿海管达杀今天准是因为 今天台湾50 今天台湾50生肖日 其实有些股票 会乱杀 这个很难去抓好不好 我都很平常心 好不好 新日新展一下又回档 可是鸿海 我跟你讲 鸿海你要趕快趁鸿海 跟管达 你要趁这时候有回档 你要涨多少 会喷出去 为什么 最明显的是双鸿 前阵子看起来要破底 我还被人家念 被婚姻念 怎么选这么看起来那么弱势的股票 怎么看起来8月5号 弹起来他最快要破底 没有现在他涨最多 今天还要涨上去 来来来 所以 今天虽然最后平盘还是没有跌 双红买在508元 今天已经算28% 你要是这样的分析师 双红也好 正要也好 元太要 那其我 赚赔我都跟你讲 我都敢跟你讲 我都敢跟你讲 所以你要这样的分析师 不论对我或是错 一切的一切 我预告在前面的分析师 所以你真的认同我 是你要的分析师 我欢迎来天下行 08066808我 好不好 08066808我 你看 我们训练团队 你看连coco 放假他说被我训练成工作狂 看你怎么去正面解读我 当然coco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 努力的事情 最辛苦的事情 哲哲来带就好了 那也欢迎加我LINE 失序我 告诉我说哲哲 我有要加入会员的需求 我想要跟你赚大钱 你可以来询问我 这是入会方式 我答应你 我会捷技我所能 来帮你赚大钱 下个礼拜 我可以再确定一件事 1962点不会跌破 台湾谷就是缓步缓步 这样子 上上下下下反反复复 到最后他会再创一个新高 只是卖下2万3千点 我希望你这个过程中 我让你骑过股票 通通都赚钱 不论对我有错 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观众朋友注意 最近诈骗盛行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 LINE小组S178 Teregram官方频道 小组A178 178 Teregram私人账号 小组S178 178 注意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通通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regram 我们的LINE跟Ter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